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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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 这个没有吗 现在呢 还是没有啊 有了 现在有了 有了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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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不就讲究对 就是一个破睡感吗 就是这样 让人看到有点这个心疼的感觉 那等会儿像是 我给我自己加个妆吧 加个妆容好不好 我打开我的元气局 和这个 元气满满的这个眼影 会稍微好一点 有朋友跟我开玩笑 说问我得绝症了吗 这个玩笑有点狠了 你哪怕你不喜欢我也别这么揍我 是不是 咱们也翻不上 也不是说杀父之仇 是不是 从谁约定生死共惊 从谁约定生死共惊 聚散情若飘皮 从谁整个无畏生命 悲伤伤血体 有朋友说你是来拉收视率的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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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我一己之力 我拉不了什么收视率 我一个人看最多我三台设备 一个iPad 一个手机 一个电视 靠我自己是拉不了这个收视率 所以还得靠在场的各位 帮我们就是拉一拉 如果有何追 天地间爱恨匆匆 有何追 青山外深似不有一梦 尽动幸运君同富散 无爱重重 在线中破浪尘封 有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说一会儿这个是看你直播还是看剧 当然是看剧啊 当然是看剧啦 朋友们 当然是看剧 因为一会儿八点钟那个 我们说英雄 随似英雄就丧线了 当然是看剧 我一会儿就测了 我八点钟我准时我就测了朋友们 老大你说话声音好小 我这个麦克风扔在长沙没带回来 所以我用了个以前的麦克风 凑合听一会儿吧 好不好 凑合听一会儿吧 如果你再说我麦克风小 我现在就得骂我的助理 骂我的助理呢 你为了就是让他们工作别丢 我尽量不要提我麦克风生小这件事 我又可追尽 始终 岁月空走 又可追尽 上天上不要一梦 去寻醒 暗暮中 装破迷雾层弹 不忘自首 有没有直播react 什么 我就今天就不re了 回头re 好不好 回头没事的吧 反正剧播了有有有的是时间 我今天就不re了 你们就安心去看看剧 因为今天也算是 呃今天第一天开播嘛 啊我就心思那个什么 心思那个什么 心思那个你们就看剧吧 啊当然在这也感谢微博 啊谢谢我们这个 微博娱乐包括所有 在微博上的这朋友啊 能够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支持 啊支持 谢谢 谢谢 有没有一起一起看剧多好 不好 所以我有我的思量 我有我的考量 然后你就别 就是考虑我怎么做了啊 我有我的考量 所以就是不能不能去 对 不能分散热度 本来也没什么热度 所以我就更不能分散 反正我希望我的朋友们 或者认识我的朋友们 能够去好好看剧 好不好 就是就是 专心的看一看 一起看嘛 我会跟你们一起看的 但隔空看 因为我也没看 因为之前 之前我配音的时候 我是看了一遍 但是配完之后 呃就是美颜过后的我没看 嗯 就是后期调色什么之后的 我是都没看 然后呢那个什么 看的就是圆片 什么呢就是朋友们给的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我在那个 首先呢就是 刘雨宁这一块嘛 在下在你们面前也从来没有说 吹嘘过自己的颜值 对不对 是吧 我这个颜值这一块 确实是不是特别扛打 我本人是挺扛打的 但是颜值不扛打 因为从小 没事就被人揍 就是没事就是 同班同学看我不顺眼 就打我一顿 所以我经常 小的时候经常被人打 我本人这个身体是挺扛打的 但是颜值是不扛打的 所以朋友们就是 第一是什么呢 我希望咱家朋友出门了 就是别给我吹嘘我的颜值 你在你心里就是 就是很开心 咱们玩一招就是情人眼里出戏 是你的爱豆自然帅这种的 是OK的 但是呢不要就出门给我 就是给我这个 就是怎么说呢 出门给我宣传说 你明哥颜值得有多能打 谁也打不过 我先把我拿着黑西服过来 对不对 是的 所以第一是什么呢 颜值不是特别扛打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那个 对如果有网络上说 说这个男儿比较丑的话 你们就虚心接受 好不好 我有机会有时间 我一定去整容 在我还没整容之前呢 咱们就先 就是怎么说 一认了 有没有说还穿不热吗 没有因为我穿了个白衣服吧 显得我这个人气色特别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太多了 我还不认为我 出席 把我手里面 把我手里面登关了 我手里面 把我手里面登关了 小蓝 我的手里面 是 把你都买 把我手里面登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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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颗水 尘世中岁月空中 有颗水 气色 灭下不了一梦 有颗水不热吗 热也是就是怎么说呢 尽量就是热一点也没事 热点热点吧 灯关了就气色稍微好一些了 我再把这个元气局开大一点 好了 热就热点吧 对 所以朋友们就是你看剧的时候 你觉得你宁哥在颜值这块 不是特别扛奏的话 你就虚心接受 有人说我长得不帅气什么的 咱就虚心接受 好不好 也感谢我们微博台网 还有微博电视剧 都给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理支持 微博这一块对我们是没谁了 反正是多了也不说 多了也不说 真的是特别好 特别够意识 有不说那个什么 有人说不好看的话 就告诉他开那个滤镜看 那也翻不上 我不重要 当然是欣赏其他的演员更重要 然后呢 这部剧也是挺用心拍的 然后也希望都看一看吧 没事的朋友去看一看 好不好 因为我后面的直播呢 可能会围绕一些剧里好玩的点 会结合一些内容 如果你剧不看的话 会导致我说什么你不知道 黄鲜啊 黄鲜 都走了 你们说今天没导致自己吗 今天我忙活了一天 我刚刚回来 然后呢 那个我也好长时间没直播了 我就行事 我播一场吧 对吧 播一场 然后那个什么 上来跟你们唠唠嗑 因为我剧也快上了 我就是 这是这部剧拍了 一年半之前拍的 一年半之前拍的 我心里是好不容易上了 因为剧 剧里我什么呢 剧里我上一部剧播出 已经一年多了 我的上一部剧是这个长歌行 长歌行朋友们 是去年三四月份播的 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你说我就是 天天号称自己是演员 一年没有戏播 还演个屁 是不是 有朋友说 你虽然没有剧 但是你有歌 也对 歌反正平时也丧 平时也丧 那个也丧 所以今天更新应该是更新八级啊 有朋友说一口气是炫八级 该睡觉还是得睡觉 你要没事的话 你是看看橘子 你要有事该上班 明天上班 好不好 就这么说 我经常一口慢慢听 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 而是你浅浅的笑意 不是你 你能浅浅的声音 是最动人的旋律 今晚的月色和你 都令我深深的着迷 其实想给大家说一声 因为说句实话 我这个话呢 其实也不是 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我只是想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确实呢 怎么说呢 把我帽子拿了 这个发型太丑了 我就想给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宁哥呢 就是虽然也是开始作演员 但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呢 这个我 好点 说句实话 我拍那个什么 拍那个 说英雄谁是英雄 说句实话 还是我 才是我第四部戏 我第一部戏拍的什么呢 是热血少年 跟黄紫涛 张雪盈 曹西悦他们拍的 热血少年 但那个戏呢 基本就是有点 不是特别理想 从播放量这一块来讲 就是不是特别乐观 不是很乐观 反正那个戏 当然我家朋友们 喜欢我的朋友 之前肯定看过 也很喜欢我 很喜欢里面的角色 很喜欢那个 但我第二部戏是什么呢 第二部戏播出来的是 终极笔记 终极笔记 在里面演黑瞎子 演黑瞎子 然后但是那个是我第二部戏 所以实话 那个时候我不咋会演戏 不咋会演戏 要感谢剧组 其他的这个优秀演员 他们的很好的表演 让我在里边也显得还行 然后呢 也让大家算是 有一部分人 就是说挺喜欢的 挺喜欢我那个角色的 然后呢 我第三部戏呢 就是长歌行 长歌行呢 就在里边演了个浩渡 但是也非常感谢长歌行 像这个浩渡这个角色 让很多人就喜欢上了我 成为了我的粉丝 对不对 就是有很多朋友是黑眼镜中的讲 有很多朋友是说 我演的浩渡 成为我的粉丝了 是不是 就是新本嘛 然后呢 其实第四部戏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说英雄 谁是英雄 但其实呢 这个说英雄 谁是英雄 说句实话 是我拍的第二部古装戏 你就要说演技啥的 就是真没有 朋友们 千万出门啊 我攒家粉丝 千万别出门说 你宁哥演技爆棚 什么 演技绝了 眼神戏无敌了 什么的 不要 不要急给我吹 因为没有什么眼神戏 我眼睛这么小 哪有什么眼神 我就是有点眼神不好 因为眼小 看的这个方向少一点 所以说 就是我 其实第二部 这是我拍第四部戏 虽然说 从剧的数量上 它是很多的 它比如说第四部了 已经 但是其实我都是演的配角 场次非常少 也没有什么机会 特别的训练 所以说白手飞这个角色呢 我只能说我很喜欢 我也用尽我全部的力气 去完成了它 但演的至于 出来的效果如何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自由分晓的 但出门朋友们 不要吹我的演技 因为没有什么演技 是真没有演技 然后那个时候 也是在摸索地 拍古装戏 然后也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多多包容 当然 当然 我说的包容 是我的粉丝 路人不用包容我 你要是作为一个路人 作为一个观众 你不用包容我 你该骂 骂你的 因为你要 你觉得不满意 你就往死骂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 你骂是正常的 因为首先 你不是我的粉丝 你不需要去包容我 你不需要去给我面子 对吧 那很正常 你要是路人 骂我演技不好 我觉得那骂 正常骂 你要想骂 喜欢骂 你就骂两句得了 也可以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因为 因为大家不会管你说 说哎呀 怎么啊 他看剧的时候 他不会考虑到 刘亦宁是个歌手 他那个什么 他可能刚演戏 我们对他宽容一点 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对 你就是 你既然做演员了 你就演好你的角色 如果你演不好 那你就练好了 再来演 不需要观众去包容你 我觉得这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 有朋友说 粉丝不能骂 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说路人可以骂 然后有朋友说 那宁哥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可以骂你吗 你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就是上升到了 一个道德的问题了 和职业休养的问题了 就作为粉丝 能不能就是 看我眼睛不好骂我 尽量不要吧 你们路人骂已经够了 我的粉丝在骂我 我会问我自己 为什么要来拍戏 我还是需要 从你们身上 得到一点认可的 就是你们还是得 站在我这边了 你粉丝都骂我 我要活不活了 你别看宁哥年龄这么大 我也是心里 很脆弱的一个人 可能年龄大一点 应该承受能力强一点 我可以外人骂我 我能接受 但比如说 我妈都嫌弃我 那我不废了吗 那我得哭死啊 对吧 所以你不要夸我 但也尽量别骂 反正是求你了 你是有变态吧你 你好称是我的粉丝 还要骂我 你给我玩 你给我来一招 哼铁不成钢 那路人能夸吗 路人可以夸 我就跟你讲 人都很正常 人别看他成熟到什么程度 或者是优秀到什么程度 他永远喜欢别人赞美他 这个你别不信 你不要 哪怕这个赞美的话是虚假的 但他听了一样开心 他可能没那么开心 但至少他不会生气 人都是一样 人都是这样的 喜欢听赞美 当然喜欢听赞美的同时 也要接受批评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我赞美 由我的粉丝来批评 路人就是 少来一点 少来一点 但是你要是就是承受不了 你就也就承受不了 你骂一骂也行 有人说你的直播怎么跟其他门人不一样 是不是 我这里又是什么呢 就是 讲究这个就是一个卷 别人都正常直播的时候 我必须要就是跟他们不一样 设备上包括场景布置上 绝对是 就是一看就是拽也干这个的 有朋友说 那宁哥 这样是吧 你既然说粉丝 粉丝那个 尽量不要夸你 那这样是 从此之后 我脱粉了 我为了夸你 我脱粉 我就是为了夸你 我就是从此 咱们就是末路人 那也没必要 那也没必要 我觉得一句赞美和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铁粉 我觉得还是铁粉重要一些 为世界嘉宾我的音乐降临 我清唱一口慢慢听 最让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 而是你 浅浅的效应 不支离 你那浅浅的声音 是最动人的旋律 今晚的颜色和你 都灵活深深的小米 我们有Fall your love Fall your love at this moment 在这儿呢 我其实我想跟大家聊聊 我们导演 我李木格导演 李木格导演也挺惨 也是挺惨 这两天就是被人 拉出来就是调侃 搞得我都心疼我李岛了 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真的是 特别不容易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跟怎么说呢 我们都是 其实我想说 大家无论在网上评价也好 其实他本身是没有恶意的 可能他就是随着心情 说调侃我也好 调侃曾志祺也好 调侃超越也好 或者调侃导演 或者调侃剧 他都是一个 我相信他本身不是恶意 想要这个剧播得不好 当然他是只是一时兴起 我都相信 但我们李岛人挺惨 特别惨 我觉得就是挺惨的 但是我想表达什么呢 就是我跟李岛合作完了 我觉得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我刚第一天进组的时候 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导演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演员去 演员去 比如说我们开机之前 都要去训练 比如说训练身体的柔韧度 因为整个戏都有很多打戏什么的 他需要训练柔韧度 这个李岛就是 我没见过这样的导演 我们训练 去训练他都到现场去 我觉得我是没见过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正常 其实剧都是 打戏这一部分呢 都是无止他们去解决的 但是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导演是很认真 我当时其实是不了解 我觉得导演怎么想的 我们在那训练你都过来 我这么认真吗 你是没别的活了 我当时是这种感受 我当时是这种感受 然后后来想说 不知道 然后我们后来就围读 围读剧本 所以聊着聊着就会觉得 他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导演 对这个剧本 对这个故事 就是说英雄 谁是英雄 这个小说 他是有独特心怀的 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 我是能感受到的 因为他是看过原著的 而且他在这个表达过程当中 他有好多 就是当时看那个小说的一些心理 包括里边人物 他对每个人物的理解 他理解得很透 他并不是像一个新的 就是像一个剧本拿来 只从剧本的这个层面去了解他 他不是 他和所有的聊的出发点 都是从小说 我觉得这个还 就是我能感觉到 他是这个书迷 我觉得我能感受到 这个李导师 这个说英雄 谁是英雄的书迷 就是他小时候 不是他小时候 他就是之前 小时候还行 他以前是看过这个小说的 而且他就是拍这个戏 明显感觉他是 倾注了很多热情 和那个什么 和那个心血 其实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之前我说的 我说给我们全员加戏 我说了 我说我们就是全员都会 都加戏 因为导演拍着拍着拍 嗨了 我所谓的加戏呢 不是这个加的戏呢 朋友们 不是说存写啊 不是说他想到这个地方 说这个男女主要来一段了 他就写一段 不是 他其实都是 因为他小说看过嘛 所以他都会从小说里 摘取一些片段 加到这个剧情里 去丰富人物 他是从小说的基础 去摘戏 往这个故事里加 因为他 因为这么说呢 因为整个剧节 就三十多集 不到四十集 你不可能把几本书的故事 都说完 对吧 他肯定省略大框的 然后又不搅乱 整体的那个主线的 所以呢 他会加戏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把原小说的 一些故事和情节 加到里面 然后让这个东西 更加的丰富 让这个故事更加丰富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我这个李导 合作过一次 所以我认为是什么呢 这个说英雄 谁是英雄 他是亲注着心血 而且特别十分有热情 而且我想说 正常 我上一次直播 就跟大家说了 我说其实我没有见过 一个导演 就是 戏全部自己 把在手里 当然不是说 分组拍不好 只是说 这个导演 太较真了 因为他把 他把A组 正常拍戏 都是A组 B组 或者C组 三个组 一般正常的组 大组都是三个组 A组 B组 C组 C组一般是拍 打戏的部分 然后AB两个 是拍故事的 其实他呢 是什么呢 只有A组和B组 A组啊 是拍那个 拍剧情的 B组是拍打戏的 但是打戏 有时候他 A组 A组的戏拍完了 他就去B组 去拍打戏去 这个导演反正 纯纯的 我当时 当时我们也很挣扎 当时我们作为演员 来说是不了解的 但是慢慢合作下来 就理解了 他的一些用意和 和做法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嗯 孙子鸡来了 啊 来了怎么了 让他在下面给我呆了 我告诉你 这部戏你虽然是男一 但是在我直播间 我是一帆 没有用 在下面等着 给我等着 给我排队 我们有 For your love For your love At this moment 我记得你一个 变身来是一个 记得爱上你 只是想所有言语 都不能 把那个小电话拿来 对 人家绑一大哥 我现在已经关闭打赏了 在我这 无论是什么绑一绑二 都没有用 在我这 这块是没有用的 等会儿把电话拿来 把那个电话拿来 没有用 亲爱的爱上你 只是想所有言语 都不能表达我万分之一 朋友们 我说什么了 我就问问你 宁哥之前跟你们 说过什么 我跟你讲 人哪 一个人的人品 从哪看 你平日里 跟你称兄道弟 没有用 你没有事的时候 跟你称兄道弟 每天吃喝玩乐 那都没有用 凡是所有的人物关系 朋友们 你们记住了 就是事上间 我之前说了 当时迎接曾顺熙 那个嘉南转播的时候 对吧 嘉南转播的时候 迎呱呱就来了 宁哥啊 你帮我宣传嘉南转了吗 还等得可怜巴巴了 我觉得挺可怜 小伙 你看现在 从嘉南转完事 什么时候来过 从嘉南转之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 我的直播间 你看如今 今天听说 他这个演男一的 孙英雄 谁是英雄 要播了 今天你看 又来了 人哪 真的是事上得看 他来了吗 他在这边见吗 我看一眼 在哪 嗯 来 邀请发送 他需要这个 邀请发送 他需要 嗨 嗨 是有了吗 你在干嘛呢 听到吗 现在开始了吗 是跟你连线成功了 你现在哪了 为什么天还是亮的 我 我在逛街 我在逛街 然后上一波 看到你在 你在直播呢 看到吗 你是听得到我说话吗 等一会等一会 卡了 瑟瑟 听到吗 朋友们卡了吗 怎么会卡呢 您能给 网易大哥 续一下网费啊 你那边就是 好了好了 不是 你那 你那什么 你是 你是什么 你那边 天背 什么是亮的 我 我在云南啊 这卡了 信号 没有没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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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信号不好啊 现在好了 朋友们卡的朋友 退出直播间再进就好了 你听到我说话吗 你怎么不跟我聊天啊 感觉 喂 我能 听到 我能听到 等会我先 我先解决卡的问题 你这直播间 怎么回事 怎么还能卡呢 防疫大哥来 还能卡呢 是我流量太大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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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哥 这个服务器 你流量太大了 你从 从以后 我就管你 就要顶流了 现在 你别闹 别 别害我 我觉得就是 不是怎么 你咋 你咋还来直播了呢 你不得看 你看电视吗 不 看往 我把口罩戴上 说 我在外边 我把口罩戴上 戴着戴着戴着 你把眼镜晒了 嗯 嗯 我说你怎么还来直播 你不得 待会儿不得看电视吗 看一下 不首播吗 我是得看呢 对啊 我 那你怎么还直播呢 没到点呢 不是吗 你是不是在勾引我 给你今天又给那个 给你交费啊 哎 帮我宣传一下呗 今天我那个戏播了 你能帮我宣传一下吗 嗯 不行 为啥呀 不可以宣传 为啥 你们这都没法打赏了 我还想给你 给你 给你那个打赏呢 没法打赏 咱这块就是打赏 也没必要 咱这个地方就直接就微信转账 就可以 又微信转账 我可跟你说 我们这个戏可厉害了 里面有一个真的特别帅 我刚才看你 我刚才看你直播看半天了 你还就是害怕觉得自己颜值不够 你这个颜值这么高 还这么谦虚 就得冲着你颜值 颜值去看 不是就是想 先说我自己颜值低 到时候嘎一上来 特别帅 给朋友们惊喜吗 哦 就你要弄这种反掐感是吧 没错没错 就上来跟我们 朋友 我特别丑 但一上 直接帅气 你都宣传啥了 我看你说了半天 不是 那你今天什么 不是 你今天啥剧要上啊 呃 我今天那个 那可是大戏 叫说英雄 谁是英雄 好 给我宣传一下吧 哦 那戏 我觉得那戏就是 有点催得太狠了吧 我主演的 我主演的 那些可可了不得 主演 都是大咖 都是大咖 就留一些姓 你们演白周飞 那可是大咖 白周飞那个 也演白周飞的演员可厉害了 能唱能打 干啥都行 还能对 详细说 主要是牛高马大的 能唱能打 牛高马大 请你注意你的措辞 是人高马大 哦 人高马大 好想说牛高马大不行啊 然后呢 还有什么优点 才华横溢啊 你觉得我是个牛马 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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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差不多吧 清国清城 请说女人的词 别放我身上 行不行就无理了 这不得夸你颜值吗 夸颜值有别的 就有那种高大帅气 风流气场 潇洒 无比 这些词都 都就是盖不住你的颜值 你就是顶着天的帅 这部戏 我觉得算 算是你这么多戏 拍了几部戏来着 八部还是十部 四部 现在 你这首第四部 第四部 你这首第四部戏 对呀 我 你 天哪 你第四部戏就要火了 你第一部戏 第四部戏就火了 虽然你宁哥年龄比你大 哎呀 卖战斗我太老了 我的天 你出道多少年了 我出道现在马上四年 马上才四年 那你赶紧先叫前辈 快点 曾前辈 快点 不是 不是 你觉得这部戏就是 你先叫 你干嘛 叫前辈还行 前辈 怎么是 你说 你说 那个曾前辈 我都车到了 我现在回酒店 你是今天答案 跟大家一起看直播吗 不是看那个首播吗 还是你就播到 没有没有 我播到八点 就是聚丧了 然后大家伙就去看就OK了 你是怕 就是怕 咱们一块看 我跟 我也是 我还以为你心那么大了 怕到时候 边摸边看 那不都得 看一下反应 对 那我 我反正到时候 我就 因为 因为我怕 有人上去 黑我呀 那你不得 现场就得 发现 有人黑我的弹幕 我马上 我自己发弹幕去解释 得负责 发弹幕是吗 去报他 行行行 那可能就是我 那个黑你的人 可能就是我 说你牛肝马大 何必呢 你何必呢 朋友们 八点 八点钟 去那个 宋文雄 随时英雄 发弹幕 牛肝马大 刘雨宁 牛肝马大 牛宇宁 你自演员吗 你 好好笑 牛肝马大 牛宇宁 好好笑 那你 我觉得 马上就会有个热搜 孙英雄 难以打压男二 千 牛肝马大 还要我打压你 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时候 弹幕就应该 就是发起一波 有朋友说 我干 嗯 什么 你声音卡了 老弟 没有 刚刚有人连了一下 没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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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宇宁 牛宇宁 是不是 牛 牛宇宁 有事吗 不是 我跟你讲 如果网上出现什么呢 出现说 有这个说 男二 咽牙的男一 你觉得这个通稿 是我 是我早日发的吗 可能是 自从 自从 自从我 我 我黑了你 牛肝马大之后 你的粉丝 已经开始 已经疯狂了 觉得我 觉得我 那个 欺负你 欺负我倒不至于 咱俩 你也欺负不过 从身高 欺负不过 欺负不了 从哪 我想了想 掐指一算 可以压我一头 对 从 掐指一算 只能从那个 资历 资历 可以叫我去前辈 别的地方 好像 都简单啊 是 没有 放心吧 我 我 我 朋友们是这样子 我跟曾志祺 虽然是老开玩笑 但我们私底下关系特别好 你们也知道 我没事直播就骂他 黑他 他朋友 他朋友确实是挺好的 我这一块 不是 曾智希 我跟你 我跟你讲 因为你这人吧 挺小心眼 你知道吗 我有一天 谁不想买 有一天 有一天 我网上出现了 说男二 业牙男一 你宁哥跟你发誓 绝对不是我干的 有一天 有一天 我做梦 梦醒了 就是梦到辈 梦到辈 什么 干那个装柜 装柜的 我说 这刘雨宁 明明就没有 我说 我有一天 我做梦 我梦醒了 然后 听到吗 做梦 梦醒了 嗯 他怎么这么凶 朋友们 男一枝飘 你说说说 大哥 出了 出了 哎 这好卡哦 你听到吗 是 你说 我听 现在听到了 哎 没有天啊卡了 你说做梦 然后联网 我说 就有一天 我做梦被气醒了 然后就是 做梦 梦到 一件事 被气醒了 就是有人在直播间说 我平时不好好拍戏 就去 光去那个化妆品店 干专柜去了 不是 我觉得 首先从职业的角度 演员也好 或者是卖化妆品的也好 我觉得 都是一种职业而已 你没必要哭醒 老弟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明明就是 就是你都不知道我私生活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真的去干了呢 你是不是在偷窥我 不是 我是 不是网上不传 你家有一栋商场吗 得了吧你 你真的别 就是说 你又要开始造谣 造谣 你开始造谣了 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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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租你家 这个 造谣 你别闹 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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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给我造谣了 造谣了啊 兄弟 这边 这边 这边有没有绑一大哥要把这个主持人踢出去的那个功能啊 有没有那个绑一大哥能把那个主持人踢出去的功能啊 绑一大哥踢不了 我都说了 在我直播间 我是一番 哈哈哈哈 我还是 你是一番 超越 超越跟你一样 但是我 我虽然差一层 但是在这里 我是一番 你的意思是 我今天要是 就是吵不过你 你就把我踢出去什么 万一吵架 没吵 你就可以把我踢出去 对呀 那我得哈着你 咱们就是 因为是这样 都开玩笑 成开玩笑 那不用 那肯定不用 咱们都能用钱解决 对 就是都能用钱解决 对 不差这点钱 所以你今天来了 要干嘛呢 你是要宣传什么东西呢 宣传一下 就是 那个 王小时啊 就是大家都去 说英雄谁是英雄里面看 王小时 就是如果 就建议 这边建议朋友们 就是看完这个八集之后 就去看一下 曾顺希 就王小时本人的cut 看 只看cut 咱就来一张 只看他 对 只看他 对 建议这边 那个会员报销 这边 榜英大哥 下次报销一下 其实朋友们 你们可能感觉 曾顺希 这个人挺狗狗气气的 狗狗气气 什么 可能是感觉 这个人挺奸诈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 那个只看他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他的镜头里 目前是 都有我 我俩前期 属于绑定了 所以 前期属于绑定了 那这边 所以呢 朋友们 现场肯定有 曾顺希的粉丝 没有 这都是 这都是你一个的 天哪 因为同样也能看到 曾顺希 但是从这个 网络播放量上 感觉好像 只看我的人比较多 显得我 朋友们 朋友们 现在看到没有 就是直播间 人心显恶 看到了吧 就是 人心显恶 就是明明显显的 在摆在这了 哦 有朋友说 我 有朋友说 我是网小石粉丝 呃 那个 是吗 是吧 你告诉谁 你给我套什么金服 不是 其实我们应该 所以说英雄 谁是英雄 是不是 嗯 应该 对 我还要支持一下 我们导演 我们李牧哥导演 很不容易 是啊 刚才我就说了嘛 就这部剧 这部剧 说实话 最遗憾的就是 导演就是 背负了很多呀 对 我觉得 有点遗憾的一点 我觉得遗憾的就是 木格导演 没能有时间 来我们这个组里面 演一个角色 这是比较遗憾的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 就是 我觉得 对对对 观众也很遗憾 对 因为木格导演的台词 真的很好 其实在现场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比如说一些 一些机位 有一些 有一些OS什么的 都是导演自己来亲自打 就是一搭一下 就现场 就整个氛围都不一样 我记得 好多场戏都是这样 就光靠他的 他的台词 都 是不是 那个氛围感都很强 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一下 我们木格导演吧 比导演 以前 以前什么 是不是 以前也是 今天啥时候播呀 李岛以前也是 跟化妆品装备的 都有人那么好 你说李岛以前 卖化妆品的 我哪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所以他拍女孩 特别懂角度 对不对 我不知道 是从卖化妆品当中 知道了 女孩哪个角度好看 我觉得吧 这个姚就是 你这姚是你造的 我可没说 我没造 我说你卖化妆品 我没说李岛卖化妆品 这都是你属于你 纯属你造谣 反正这姚是咱俩共同造的 反正我相信 就是咱俩今天 这一番谈话 让李岛听见了 咱以后也很少会合作了 拉开直接拉开 直接拉开 短短几个球 直接微信拉开 要过来横店揍啊 要去云南打你 导演在里边吗 不在吧 通常导演说 因为化妆品 导演在里边呢 导演在 等我来了 完了 完了 对不起 刚才是那个白舟飞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白舟飞他说了好多 诶 导演 现在你能说话吗 我邀请你丧麦 你是 导演闭麦了 你要是能说你就接 说不了你就拒绝 导演想闭麦 看他自己 我给他发邀请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可以 他要是现在方便的话 他就接不方便就帅了 哦 还有 我还想说给夸的导演 导演 我导演的私服都好好看哦 他每在现场穿的私服 可都太帅了 你有注意过吗 我当然注意过 因为有些衣服 我都赚款了 哦真的 他好 我的粉丝上网看我们那个花絮 结果说 诶 你看说诶 导演穿这件衣服 宁哥也有 就是他 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他这衣服送给宁哥了 他拿着为什么穿同款 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导演会有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的注意 今天还会注意到 我就一直盯着导演 导演觉得 这这问题到底干啥呢 在琢磨什么呢 其实我在心里想 就想把他衣服扒下来 想能不能送我 你哪呢 你闹呢 人家是审美这一块 却是嘎嘎的 天天就是非常 非常的吵 在现场也很吵 导演你来了 那要不跟我们聊会呗 是啊 没有刚才我跟曾志欣在说 我说我们导演挺可怜的 最近背负了太多呀 对 一部戏让一个导演出来 不太 哈哈哈哈 我觉得是有点气不赢了 朋友们啊 嗯嗯嗯 这样是 没事 导演 以后 我们一起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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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院戏 冲着男一去 好不好 导演开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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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这个戏 大家 我觉得最主要是什么 还是 因为现在 来了来了 来了 大家多给 哎 导演 哎 导演 我想你了 这位朋友 我看你俩在这尬夸 啊 真的 怎么弄得夸你呢 那不然呢 对不对 这一看 我们就夸你 这一看就好像是被刀架在脖子上 然后 没有 是自从自从听说你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夸 没有 不存在 我是听说你俩在这骂 我们这两天 关注网上的 骂你还行 导演这两天忙吗 心情好吗 心情好呀 我听出来了 心情可好了 对啊 这马上播出了 能不好吗 但就是 你有你有时间看直播 看一看 看那八点吗 就是剧组特意 特意为了让我来看首播 然后晚上就早早就说功了 哇 天哪 太好了 对啊 你就等着一会儿看剧呢 我们也是 就是 你看我们导演说话声音有哭腔朋友们 刚哭过 刚哭过 为啥呀 咋的吗 感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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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挺好 没有 所以我想说 我刚才 朋友们 你们现在可以去看看 我们李导 刚才发了一封信 真的 刚发了吗 刚发了个小造文 刚发了 刚发了 没看 没来机看 有人说导演的声音很好听 我就说导演台词很厉害 嗓子哑了 我们导演真的是 拍戏拍的嗓子哑了 特别有磁性 对 比平时好听的 我感觉 什么事 拍戏拍的嗓子哑了 哥 你是又现场骂银了 对不对 没有 你看 我现在脾气老好 格级少了 我现在脾气可好了 格级少了 刘宇宁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好奇 你现在在哪里 我们做演 不是说纯纯骂银 也是有要求 是 我在宁波呢 在宁波 在宁波 对 现在拍什么 跟我好朋友在拍戏 对 对 而且 你朋友不少啊 郑春熙 他朋友很多 都是好朋友 达远是最好的朋友 达远你对于 今天要开播这件事 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呀 对 有点紧张啊 有点忐忑啊 我也很紧张 我不都发小作文了吗 你拍这么好 你这么用心 你忐忑在哪 那也忐忑呀 每次新剧开播 肯定都是忐忑的 你现在是顶流着多少眼 你闹呢 但是反正我是挺尽力的 看出来了 我不跟你俩聊了 我去看剧去了 我咋退啊 准备啊 他要给倒了 没事 我给你踢出去 不是 你帮我踢出去 不是 我踢不住 我用了 刘宇宁 有一个 刘宇宁 可以取笑连麦 我知道 刘宇宁 刘宇宁真不想把你踢出去 没有 因为 你哪 估计是 拍这么多戏 第一次和演员一块连麦 去做这个事 他肯定不会操作 是 是 没有 好了 朋友们 你们真的偷的乐巴 我们李导上来跟我们聊聊天 真的是 真的是 这多大的面子 真的是 朋友们 就是还没装法齐全 装法齐全肯定出镜了 那肯定的 是不是 你踢到眼 没有开玩笑 因为李导 我们最开始合作的时候 其实开始不熟 我在后面出的特别好 嗯嗯对 包括结束 就是结束了我们都一直有联系 对我们导演之前 之后还给我推荐活呢 还说他有拍个戏 让我去干嘛干嘛的 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接着别的戏 所以就还挺好的 我们导演 导演辛苦了 都成为朋友了 所以可以开开玩笑 怎么事你 绑一大哥 今天你怎么事 你现在都 怎么你 你现在准备把我踢走了吗 我不想走 也不是 没必要啊 我也我也快 我也快走了 好那你先走吧 我自己在这 如果到八点 咱们就那个什么 我在这吧 你先走吧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行行行 我现在到酒店了 你要抢我的一番 我到酒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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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陪你再聊会儿 不过说实话 真的紧张 可以啊 是啊 对 你说 我说 我说我现在开始紧张了 就一直看着那个时间了 好紧张啊 不是 我想问一下 你天天 你一天到晚 好多戏在上映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 我 就是戏 拍了就播 拍了就播 当然紧张啊 这戏 主要什么 主要这个戏一播完 我就没什么戏了 就没有什么 又要继续拍了 好累啊 哎 你知道吗 我觉得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 你先说 我跟你讲 别戏 我跟你讲 只要这个孙英雄 谁是英雄一播 你马上就是 就火了 别别别 这个压力更大了 我现在想 后面全是火找你 你相信我 你知道吗 我 我今天我在看那个排播表 我觉得好难过 你说我们拍了四个月半年 然后看到排播表 一个月就播完了 我觉得心里好难过呀 一个月播完那是 一个月 那你什么 你给你来个连续剧播一年啊 那不能得播个三五年 你为戏游记啊 那不能得播个三五年呢 所以希望 希望每个作品都能好好播好吧 你可以看个三五年 你可以把这个剧当作你 就是每天生活的日常 没事就打开它 可以看三五年呢 没想戏就好好看 啊 有人说还说算慢呢 是不是 一部戏播一个月还慢啊 不慢不慢 就是正常 就是正常 嗯 我也知道直播间的人 因为现在剧好多 等的 等的 等的播呢 对 我也知道直播间的人 肯定都会反复的耍的 大家都会反复的耍 不管是 雨宁的粉丝 还是我的粉丝 挺好的 还是你们好 人都说 住清好 八天就播完了呢 我们偷得乐嘛 妈呀 哎 这马上开播了 马上播了 马上播了 已经开播了是吗 已经更新了 啊 真的 挂了啊 拜拜 真的假的 你这样子 你听我的 你等 等三分钟再去看 就是上面就会有弹幕 你看看这个 大家怎么骂你的 看着吧 上面全 哎 朋友们 现在是时间去刷 牛肝卯蛋 刘云宁了 也没必要 这是有效弹幕 咱们就是发点有效弹幕 例如呢 你这样子 你听我讲 咱俩就是晚去 晚去五分钟看剧 然后回头就能看到 弹幕上这些朋友们 怎么骂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 然后 可以开小号反驳 否则就是 我们看不到 你怎么说我们 不不 我最怕别人骂我了 赶紧留 消失 行吧 那你去准备一下 我收个稳 好不好 行行行行 嗯 待会我们 我们就在那个 就那个 私聊吧 边看边骂 对方先吧 对 一会儿有电话说 行吧 好嘞好嘞好嘞 拜拜 大家记得去看哦 拜拜 拜拜 怎么走 我也不会走 我给你踢出去 行吧 踢出去这件事很过瘾 来吧 来吧 踢我吧 他没说完话 我给踢出去了 哦 啊 对方先生 就像 건 你 又 甜 好了吗 好了 也谢谢朋友们 今天也是我们说英雄 谁是英雄 然后开播了 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们 然后来看我们直播 包括今天晚上会去支持 这部剧的朋友 我们那个 大概 现在这个剧已经上了 朋友们一会儿 没事的朋友 可以点开我们通讯视频 进去瞅一眼 谢谢各位了 当然今天也感谢我们微博台网 微博娱乐这一块 还有我们微博所有的工作 姻缘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支持 然后还有我们微博电视剧这一块 都是非常的支持我们 也帮我们宣传 好不好 非常感谢 谢谢我们直播这些小伙伴们 然后你应该给你们报权了 给你们报权了 谢谢各位 也谢谢今天朋友们的陪伴 然后包括一会儿去看剧的朋友 然后呢 这也算是你您算我的 一个第四部剧 希望有更多人去喜欢吧 当然演的不好 也希望各位多多担待 欣赏其他优秀演员的表演 我这块就是 就是希望不能 就是别因为我影响你们的观感 好不好 也感谢各位了 然后呢 这两天呢 我也会 应该明天会有个直播 但是是我们剧组的一个直播 明天会有个直播 然后我也会参与 好不好 咱们一块看 等不及了 快去吧 朋友们去吧 腾讯视频搜 说英雄 谁是英雄 ACC 但是咱们得看这个剧 对不对 好吧 那在这里呢 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 美好的夜晚 这一夜有你们真好 也祝你们这一夜 看剧愉快 咱们下次直播不见 不善各位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